连日来,西班牙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展 日前,西班牙中华妇女联姨总会主席关杰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说 疫情发生以来,西班牙侨界密切关注侨胞生命安全 通过提供远程医疗、讲座、寻诊等方式 帮助在西侨胞和留学生共渡难关 我们先后再侨界各大微信群组织国内医疗专家 为侨民举办微信远程防疫知识简座 寻诊,我们还积极与国内联系预防中药、口罩 在国内侨务部门的大力帮助下 游击到巴塞罗那,分发给侨民 让海外华人深切体会到祖国的温暖和家乡人民的关怀 在巴塞罗那侨界,我们率先组建有70名当地华人 报名参加的志愿者队伍,只在社会紧急状态下 为侨民提供无偿服务,帮助妇女儿童及老弱病残的华人 解决实际困难 在中国留学生杨泽民看来 当前,防疫药品和物资是在西留学生最紧缺的东西 学联和侨团的援助让他们的压力减轻不少 他们也通过居家运动的方式来锻炼身体,抵御疾病 目前就我所了解而言 在巴塞罗那的一些留学生 不论是生活上,学习上都还是不错的 也会有一些困难 比如说是大家都想要莲花青纹教囊 这些防疫的一些药品 学联也在学生局里面发出消息 由我们当地的一些中资企业提供一些口罩等防疫物资 另外呢,我们巴塞罗那这边的侨团 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 现在由于国家紧急状态 我们也只能选择在家运动的方式来进行锻炼 以增强自己的抵抗力,避免病毒的袭扰 对于疫情会否影响留学生学业的问题 正在西班牙交流学习的中国学生李春玉介绍 疫情发生后,他所在的学校立即开通了网课 确保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自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有很多同学都选择了提前回国 学校为了配合加泰文明亚政府居家隔离的指示 以及帮助我们在国内的同学能够完成这边的学业 迅速开通了网课系统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家里上课 课程时间也跟原来我们在学校上课的课程安排是一样的 生活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华商罗干果 在当地经营汽车国际贸易生意 他坦言,疫情发生以来 在西华商纷纷自发停业,保证员工安全 并建立了志愿群,互帮互助,抱团取暖 这次疫情对我们的销售和采购 都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和一个新的挑战 包括从事的贸易、旅游、服务、餐饮等各行各业 然后我们的员工在三月初就已经在家进行原层办公 目前他们和他的家人一切安好 我们每天都会跟他们通话 然后我们当地华人还组织了一个手腕先驻保安的 这样一个华人志愿群 给当地华人提供一些必要的一些帮助 抱团取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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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